铁板烧店内师傅忙进忙出 另外一旁还有员工赶着补料准备开业 但仔细一看店内的员工几乎都是四五十岁以上 甚至还有六十岁的 整体员工平均年龄非常高 真的是挣不到人 因为餐饮业真的显辛苦 年轻年的比较喜欢做鲜餐厅 还是什么办公室的 那个都比较轻松 从年轻做到老 张小姐已经年过六十 仍在餐饮业辛苦工作 张小姐表示各行各业都在缺工 尤其餐饮业最为明显 店内不少员工都是中高龄 她自己也是能做就会继续做下去 二十几次就一开始工作 就在工作了 所以不会说接得很辛苦 还OK啦 中年老年会比较可以接受 对耐劳 我就有把公司资料送过去 他们那个职业训练的 到现在一年多一个电话都没有 然后有一个不做 增到现在增了一个多月 但是是连一个电话都没有 找不到人缺工情况严重 业者无奈表示 自己在地方政府张天的真人 已经一年多了都没人来 而最近又有员工想离开 真的很难找到人 加上年轻人比较不稳定 也怕辛苦 让业者的店内几乎都是中高龄 但其实中高龄员工也有优点 他们做得住也比较专业 我用过年轻人 大概三十多岁 但是可能时代变了吧 他们那种责任心什么没有的 就我时间到来 我时间差不多了我就赶客人 先生你要信用卡是什么 他买单他要做账 但是时间还没到下班 但他们会提前为下班做准备 跟以前的时代不一样 根据人类银行调查显示 2023年企业征材 平均每个月有19.4万个工作 欢迎中高龄 四年来成长1.66倍 中高龄工作数占整体的18.5% 比四年前增加7个百分点 在求职者这一块 有85%的中高龄仍有工作需求 2023年平均每个月 有6万名中高龄劳工 鼓动应征 三年来成长25% 特别的尊重这些中高龄的劳动者 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那像这些呢 就要特别的来尊重一些 那再来呢 是他们的身体情况 还有工作环境 是我们要去关心的 那另外呢 当然还有他们接下来的职业发展 以及他们的退休规划 中高龄员工具备三大优势 一是有丰富工作经验 二是专业知识跟职场水准较高 第三是稳定性也比较好 能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专家分析 现阶段全台湾缺工严重 劳动部数据显示 2024年第一季 人力需求竞争4.9万人 在缺工浪潮之下 若能让中高龄投入 将有效带来疏解 中高龄就业者 他们跟一些年轻人想法 可能比较不一样 那这一点呢 要特别需要给予包容 注意到这几点 其实呢 中高龄就业者 可以是块瑰宝 而且呢 可以帮助你的公司呢 在更不一样的观点 不一样的视角之下 融合新旧的一些观点擦状 可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火花 当然在雇用中高龄工作者 也得同步留意三大情况 一是必须要尊重中高龄劳工 二是提供适当的培训和支持 三是关注环境跟劳工健康状况 打造良好的就业环境 避免职场歧视 有望能带来更多劳动力 就业促进法 那虽然通过已经将近四年了 不过台湾的这个高龄者 特别是高龄者的就业呢 并没有非常显著的提升 那个重要的关键呢 是在于事实上呢 这个企业有没有一个适合高龄者 就业的一个环境 那比如说这个高龄者呢 他需要的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 不合他需求的一些工作的一个弹性 或是比较减量的一些工作 那这些呢 事实上都要需要企业来配合 缺工潮再起 各行都难找 若能妥善安排跟营造环境 中高龄工作者就能成为要单解方 TVBS新闻无愧来民台北暂谱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